川普在印第安纳州对克鲁兹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成为共和党事实上的提名候选人 在此之前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纷争四级 有时候甚至沦为相互攻击 这事看上去很美很美 我们要使美国再度伟大 使美国伟大 川普迅速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 可能要面临的民主党竞选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 并力图使共和党团结起来 他们给我打电话 给我们所有的人打电话 说要加入我们 他们说是要加入川普的阵营 但我们要加入这个团队 川普的胜利标志着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 入主白宫的希望破灭 克鲁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对那些失望的支持者宣布了他的决定 我们已经接近全力了 但选民选择了另外一条大道 因此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 同时也对我们的国家长远的未来 怀着无限的乐观 终止我们的竞选运作 在民主党竞选方面 桑德斯参议员以微弱的优势 取得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胜利 成百万的人今天站出来反击 要求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我们所有的人 而不是仅仅代表一批亿万富翁的政府 即使在印第安纳州取得初选的胜利 桑德斯也不能改变克林顿 在竞争民主党提名方面大大领先的局面 民意词炼显示 克林顿有可能在大选中战胜川普 川普作为一个名人在竞选中不容易对付 他有可能在共和党全党都有号召力 假如他要使这场竞选比眼下的形势 显得更难分上下 这是他要发扬的两个优势 川普和克林顿预计将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 将更多的关注彼此 从而让人们可以看到大选竞选的一种预言 美国之音记者马龙 华盛顿报道